穿著橘褲的女子在街上四處閒晃 還一度企圖闖入民宅 疑似想尋找下手目標 民眾上前阻攔 她才深山離去 板橋後站一帶經傳搶暴嬰孩 而被婦人偷襲的媽媽 下午也親自倒案說明 她是用力把小孩從推車拉起來 對 所以我認為她是在搶小孩 那我當下的反應是 只想把小孩抓回我的推車 所以我們之間是用拉扯的方式在活動 回想當時的過程還是心有餘悸 媽媽情緒好激動 因為自己的寶貝女兒 差點就從嬰兒車內被人抱走 傳訊息出去之後 有人回報這件事情說 那一個人在那一天的下午 閒逛了好多地方 然後有試圖想要抱走四個小孩 聽到有搶暴孩童的事件 附近束戶都好緊張 而警方獲報也隨即 趕到現場 將涉案的這名女子帶回 請別人到手製作相關筆錄以後 那個會依那個強制罪 那個含送那個該名女子 這名女子年約四十多歲 平時拘捕定所 常在附近閒晃 一絲情緒不穩 不過大白天在街上搶爆小孩 還是讓許多家長們十分擔憂 記者劉世偉 黃麟娟 葉瑋玲 梅凱婷 台北報導 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